我如何在创业的第一个月赚到500万 第一个我还是那句话 你有没有好的项目 有没有好的平台 有没有好的赛道 有没有好的产品 因为你一定要有好的一个商业模式 或者好的平台 好的赛道 然后你从零到一 你走过一遍 建立好这个制度 建立好这个模式以后 你再把它量化 你要把它大量去复制 复制很多的成功模型 你才有办法在最短的速度 赚到人生的500万 不然的话 你那500万你靠存 你要存到什么时候 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一定能存到500万 对于一般企业家 或者是已经在成功的领域上面的 他可能一个月赚500万是非常轻松的 我们要去思考的是 他怎么样去赚到这500万 他花多久时间去赚到 我们能不能借鉴他的商业模式 那你如何去建立好一个好的商业模式 就是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分钱模式 你钱分的越好越漂亮 对 那相对跟随你的人也越多 真的 团长出口继续账户 好 好